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週中星期三下凌晨4時 利物浦迎來了他們在英超揭冬期前最後一場賽事 聯賽比四強首回合,主場迎戰富咸 四線作戰中,這場是最接近錦標的一項賽事 本身我們已經受到雙兵和非洲亞洲盃的問題都很大影響 而來到今場,我們再新增阿力産達亞諾重要的雙兵 要缺少在沙拿、亞諾、蘇布斯麗、羅伯神和遠藤航等等的眾神之下作戰 再加上上次聯賽對女,其實對著富咸都已經踢得很辛苦 要靠小麥、遠橫航和亞諾的世界球才贏到4比3 所以都預計今場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踢 最終富咸亦都給足夠的難題我們應付 率先取得領先優勢 但我們再次就憑著後備的力量扭轉局面 反勝2比1完成了首回合的賽事 首先看看我們的出場陣容 門將位置聯賽盃是用基尼夏的 中堅雲迪克病愈出來拍著甘納迪 左閘繼續用早甘魅斯 右閘是今季第二次正選上陣的 20歲小將北愛爾蘭國腳甘納巴特尼 頂替受傷的亞諾 中場位置擺出了小右還能踢的人腳 防中麥克里斯打 中場中居歷史中斯和加分比 左翼迪亞斯右翼艾利諾前鋒 就是相遇後第一次打正選的早達 後備席上面有門將艾利神 另外除了前線有加普和紐尼斯之外 其他全部都已經是一些年輕小將 所以最後高普今場都只用了兩個換人名額 中堅查衛爾昆沙、左閘奧魅迪克、中場尖線維幹勞 里安尼、波比奇勒和易鋒基德哥頓 全部都只坐就沒得出場 不過在十個一隊成員出不到之下 我們仍然放到這個正選陣容出來 以及有三四個用得的後備球員 其實已經算是不錯了 而今場球缺少了阿諾這個可以做長傳發炮的組織核心 少了些簡單直接的尾球 令到球隊有點不習慣之下 其實上半場的進攻運轉就不太順暢 上半場即使有69%的控球率 但最終射門的數字只有7射1中 只有兩腳在禁區射門 期待入球值大概只有0.2至0.3左右的水平 整體威脅就不太大 唯一中籠的攻門就是比賽早段中屍的一次禁區外軟射 另一下威脅可能大一點的就是 早大在右邊閘軟的射門就略門而過 而負銀方面的攻勢 數量雖然少些 但是把握著一些機會都造成不錯的威脅 尤其我們上場就出現了一些不太集中的防守表現 這場也不例外 19分鐘的時候一次我方後場左路的界外球 扔出來之後被人頂回到禁區邊的位置 雲迪克原本就吃著魯爾詹米利利斯的位置 然後他想用頭去頂橫球 誰知太小力就被旁邊的安迪阿斯皮里拉搶到球 他推到進去接近小禁區的位置 再橫傳給後上的位置利安 他先避過落腳的巴特尼 再左腳推刀路過了甘納迪 之後去到窄位 就用右腳射穿了雲迪克的細龍門近處入網 富咸今場球的第一個攻勢就取得了成果 還要是來自一個本身沒什麼威脅是我們後場的界外球 雲迪克頭隨解為不清脆被人偷了球 就導致這個失球 富咸取得領先後局勢有點膠著 對方開始探慢板 而我們的進攻選擇也不太領想 全球的節奏比較慢 曾經有一球小麥在中場拿著球 右邊是看到前面空了 舉了首要球 但小麥見到而且有空位拉攻傳球 都沒有作出長傳轉邊 迪加斯也有反擊 他推進去中間後可以轉右邊被空了 但也沒有用到 最終自己推失了 沒有誰敢做出長傳轉邊的傳送 也沒有快速的移動去拉扯對方的防守 這樣的情況下就很難找到一些進攻的機會 去到上半場的尾段 對方的皮里拉和我們的祖高美斯 各有一次遠射機會 但一次就被基里夏接實 而祖高美斯那一刻就直接射斜出界 上半場我們就先落後0比1 而下半場出來球隊就有少少微調 祖高美斯多了一些收入到中間的用球傾向 中路人數多攀一些 再加上更加積極的壓迫踢法 初斷雙方的來回打得快了 出來5分鐘之內 我們已經有5次的起腳機會 當中就包括了一次加分給不錯的禁區外遠射 還有一下30多馬的艾利諾遠射 省中人之後去了禁區之內的祖達腳下 原本前面都空了 但祖達空多腳就被對方的右閘卡斯坦尼 及時趕到踢走球 錯失了一個門前的大好機會 而同時因為我們都推了很多人上前 去做壓迫和進攻 其實後防都暴露了不少空間 給傅咸打反擊 有幾個反越位的傳送 長傳都踢得不錯 但幸好我們防守球員還算頂得住 尤其光納巴特尼在單防方面的表現都不錯 去到56分鐘 高普就把後備直上僅有的兩個一隊風扇力量都放進來 務求改變戰局 紐尼斯和加普入替了加分比和艾利諾 不過他們發揮功效之前 我們首先要捱過一波負咸的反擊 63分鐘 跟帕連拿後場一個過頭的長傳 放去給右邊的迪哥道華列特 形成一個擲位的半單刀機會 他推到禁區起右腳射向遠處 不過基里夏落地夠快就單手擋出了這球 也拍出夠遠 沒有被近門的皮尼拉再保重一下 然後呢 終於到我們儲夠力可以開始反擊 65分鐘 光納巴特尼在右邊的禁區 各位搏到一個帕連拿的犯規 阿卡利士達斬球進去禁區 其實就不夠高 但是呢 手前處的富咸左後衛 安東尼羅賓順 有些預判失誤了 頭污低了 頂不到球 反而呢 是他垂低的右手 就擋住了球去勢 當時呢 大家都在投訴手球 也是一個好100%用的手 就擋住了球 但是呢 球證就看不到 今場又沒有VAR之下 就令到我們少了一個應有的12碼 不過就算不靠12碼都好 我們都找到一個入球回來的 68分鐘 加普呢 向著後場控球的安東尼羅賓順施壓 令他踢球上前的時候 失準 就被巴特尼搶點成功踢球上去 然後 祖達就去搶球 他接連地拍贏了帕連拿 韋利安和夏利遜列特 撞球上前面給劉尼斯 他第一時間彈橫給旁邊的中斯 再推前一點去到禁區邊的時候 就起左腳遠射 那波省中對方的後衛彈高之後 凹死了對方的門障 爛路入網 帶運氣成份之下 中斯這個入球就追成1比1平手 接著到71分鐘 皮里拉前場想轉邊的時候 省中了祖高尾斯 中斯就回到後場 接著第二點再帶球上前進攻 他去到中場的位置 交給左邊的祖達 推進上去拆滑 然後去到禁區邊 交個直線 給劉尼斯 落去左路的底線位置 再第一時間用左腳傳中 加普就入攝前處的位置搶點 用左腳撞射球入近處 一隊的後備入替 孫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三分鐘之內 就由落後0比1 變成反勝2比1 正打下來的時間 劉尼斯還有兩次不錯的機會 一次接應加普的全中頭鎚攻門 另一次就是 光拿巴利利的地波全中近門撞射 但兩次都被門障難路救出來 最終未能夠趁著主場之力 拿多一點領先優勢 聯賽杯四強的首回合 我們只能夠贏到2比1 兩星期後 就要作客去到倫敦的孫雷龍 射勤戶場 到時就會決定出 哪隊可以進入聯賽杯決賽 去到溫布萊爭奪錶 賽制上四強是不切作客入球 這回合如果比數還是打和 就會加時 再繼續打和就會射12碼 而剛才又讚賞過高普今場的調動 後備入體的球員 對於比賽造成了很直接的影響 幫助我們扭轉局勢反勝 而今季各項賽事裡 我們的後備入體球員 總共有30個入球貢獻 分別是15個入球和15個助攻 比排名第二的英超球隊 多出了12個入球貢獻 而單單是達文紐尼斯一個人 已經取得了3個入球4個助攻 是英超球員當中後備入體 貢獻最多的一個 而上場的賽後平 我都有講及到 早達在相遇復出後 三次後備上陣 就交出了1個入球2個助攻 和博隊1個12碼 加普今場和上場聯賽 對著紐卡蘇的時候 都是後備入體入球 而迪亞斯 在對著盧頓的時候 又是後備入體 投錘入球 在保時的階段 幫我們追回1比1平手 五大尖刀裡面 其實每個人都有能力打定選 亦都每個人都有能力後備入體 幫我們改變戰局 我認為其實不是說 誰真的要打後備落場才特別大作用 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同樣的效果出來 我們強大的風扇兵員 以車輪戰方式消耗對手的體力 令到我們在比賽尾段 經常都藉由體能的優勢去反勝 尤其今季的超長保時 變相增加了比賽時間 令到陣容深度較差的球隊 體能劣勢更加明顯 對於我們就更加有利 亦都造就到今季後備入體的球員 入球貢獻的數字 是比其他球隊多了一倍 如果說到個人表現的話 今場最佳球員 我會被攻入第一球的居力士忠師 一如以往看到他很勤力的跑動 到上半場後面不太傳球到前 忠師帶球到前連接的能力 就算是小友還能幫到推進的方式 而他上半場亦有兩次起腳 算是較為敢於扶起進攻責任的球員 而這些起腳去到下半場就發揮了作用 就是靠他一下禁區頂左腳的遠射追成平手 雖然是省中人才能入到 但以當時球隊不是太有優勢的戰局來說 這個入球是救回整隊球上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亦攻入到他今季的第四個入球 有三球都是來自聯賽杯 上一圈淘汰韋斯咸的時候 忠師又是梅開爾道 看來聯賽杯就是他的腹地 而除了入球之外 忠師拆動反擊的能力也很重要 有技術有速度去做些推進的工作 今場的第二個入球的起點 就是忠師在後場帶球上前 再分別給祖達打進去心臟地帶 即使他是踢過靠向前面的中場位置 但他仍然有48傳47中的98%全球成功率 非常驚人地高 還有一個關鍵傳送 整天發揮都很令人滿意 相關於今季初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的表現都很好 但對熱設的紅牌和之後的受傷 令他缺陣了好一段時間 復出後要點時間去找回自己的比賽節奏 現在他就開始再次展現自己的能力 尤其現在中場人手短缺 他的冒起就更加重要了 未來一月尾他才23歲 以前我會跟大家說 給多點耐性去看他成長 現在相信他都能夠憑著自己的實力 在球會佔一席位 我想土爭土長的清訓身份 繼續踢下去 將來就算他不是做政隊長 都肯定會是阿洛的副手 而今場球的清訓都很搶鏡 居力斯中斯之外 今場頂替受傷的阿洛 踢右閘的干納巴特尼 都是表現得非常出色的 球會官方甚至選了他做今場最佳球員 今季第五次上陣 第二次正選出場的干納巴特尼 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我認為是他防守上的表現 你見他身形就瘦瘦瘦瘦瘦 但始終他上季才在保頓 踢了整季英甲超過50場的上陣機會 而且英格蘭低組別的聯賽 出世名體力衝撞得很強勁 經歷了一年職業足球的洗禮之後 還要以保頓練度最佳球員的身份 內借回歸 至少見到他身體的硬正程度 遠比他的外表強 邊線雖然都曾經被安東尼羅賓順 爆贏過落去底線 但整體防守的失敗次數其實不多 韋利安和羅賓順都不是說有太多甜頭可以拿到 六次的成功難節是全隊最多的一個 加上場對阿仙奴也能夠成功守得住馬天利利 至少防守上的表現 他對著英超水平也不會太輸蝕 而今場見到他更多進攻的一面 比賽初段有次接應直線落底全中被門將沒收了 而下半場兩次去到禁區邊的危險位置被侵犯 還有下酒威接應入攝傳中被劉尼斯近門撞射被龍門救出 如果好運一點的話 巴特利今場就已經可以收穫一個助攻回家了 當然啦 如果要跟阿洛的致命長傳能力相比 巴特利當然是有所不及的 巴特利也相對上缺乏一些自己大波推進的能力 很多時候如果他能夠去到較深入的位置 都是依靠著隊友衛波給他 但同時也看到他跟隊友的配合能力多高 可以做一些短線的互傳 作為右閘剃補的話 我覺得這個表現是合格有餘的 阿洛缺陣就給了機會巴特利去證明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季初的時候 馬迪普和干達利受傷的時候 中堅的查維爾昆莎就有機會上位了 這次加拿巴特利也把握著他的機會 看來未來的球季應該都會有不少的機會 而阿洛也藉著巴特利的上位 可能會多一些踢上中場位置的機會 今季我們幾個有成功外借經驗的小將回收回來 看來也有不錯的效果 接著就說中場位置的發揮 今場馬迪克里士打繼續踢過防中的位置 防守表現是有改善的 至少幾次中場和硬碰硬 他都還能搶到球 有吃著帕蓮娜的身位截走球 然後再烏底身轉身推進的動作 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而他今場也有三次的成功鏟截 不過如果說到轉手圍攻的傳送作用 我覺得小麥今場的表現就一般 沒有了阿洛之下 其實他的傳送責任是應該更加重大 但他的傳球 今場踢落不太進取 也很少放長距離的轉邊球出去 加速不了我們的進攻節奏 就像剛才說的比賽過程 上場有一球阿里洛舉手前面空了 但他沒有作出斜線轉邊長傳的信心 始終小麥和阿洛的傳球風格都有點差異 現在陣中就變得沒什麼進取型的傳球者 而甚至乎我覺得小麥的死球處理 今場也真的不太好 幾次的角球罰球都斬不起 有個射程範圍之內的罰球 又射到人牆那裡 即使他防守是有進步的 但我們期望他進攻做到更多東西 現時的表現還未符合得到我們當初對他加盟的期望 至於另一個中場深冰加分比 今場就更加難搞了 上半場斷球交濕球的場面不停地出現 踢了56分鐘已經失去10次的控球拳 是全隊最多的 右下的球還未出界 他就走去用手撈起球想扔教育球 搞到被人罰了手球 這些我想你和我去踢都不應該犯的錯 而且波都明顯得不用旁證 我在電視看的角度都已經知道波未出界那種明顯 如果只是差一點的話 我想有時候球證都會放過你 但加分比這下就明顯犯了一個很大的老根上錯誤了 而另一方面加分比的防守態度真的不太好 失去控球拳後 他回放的速度是慢的 沒什麼心想追回頭 去到下半場才叫做有少少改善 肯跑多些 也有一球自己帶到禁區邊遠射的球 但整體的表現來說 可以說是全隊最差的一個 如果不是現在人腳這麼短缺 以他近來的狀態 連後備落場都未必輪得到他 當初展現過自己的控球技術 和持候推進能力 但近來是越來越少見到這些場面 大波做決定不夠果斷 而且準誠度欠奉 轉正英超看來他還是處於一個適應期當中 不過其實他還只是21歲 比中師還小 高普真的要慢慢幫他調校一下才行 而前線方面 這場早達的表現 都是持續著近來的強勢 雖然最終沒有收穫任何的助攻或入球數據 但其實兩個入球都跟他有莫大關係 第一球靠他連續拍勝了帕蓮拿 威利安和列特才撞到球給紐尼斯去助攻中師的入球 而第二球就是他帶著球打反擊 失落直線給紐尼斯再傳中比加普入球 所以兩球球其實都算是早達的間接助攻 對整個攻勢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雖然他上滿場早達就比較沉 但前線缺乏的供應之下 只有一次接應到威利諾的直線 去到右邊閘位射遠處的機會 所以其實就情有可原 下半場他就有一下威利諾的遠射省重人 去到他的腳下 不過一控之下已經錯失了最佳的起腳時機 被人搶走了 再加上其他兩次近區邊緣的左腳遠射 其實質素都不錯 前場的正選球員來說 早達已經算是給到最大威脅出來的一個 至於兩翼的迪亞斯和阿里諾表現就很一般 兩個人的跑動是勤力的 迪亞斯有球追到回去禁區裡面幫忙解圍 但進攻上真的沒什麼威脅做出來 或者一次起腳都只是一下毫無機會的禁區正面遠射 就省重人彈出來 一下關鍵傳送都沒有 成功的盤頭也沒有 所以實際場上進攻的作用就不太大 艾利諾相對上也是尋 近兩場都以右翼的身份去踢正選代替沙拿 但就算我不拿他直接和沙拿比較 這兩場打右翼都是側面引證了 艾利諾現時沒有足夠的侵略性作為一個邊路的攻擊手 速度不夠快盤頭也不是出中 反而打中場他和其他隊友的配合做得好些 再加上他的拼勁 所以今季多次在後備落場瘋狂跑動去迫場 其實是挺有效果的 而今場我覺得艾利諾都很心急想表現自己 所以很想起腳射門 下半場那三十多四十下的遠射 完全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亦都不相信他有這樣的腳力和射術 可以放多個波入網 我想他就想練一招 好像古一招的左腳板出來 即使他近來遠射的確是重了 但現階段距離成功練成這一招 都還有好一段距離 結果又是要靠一些後備落場的球員幫手去收割球賽 紐尼斯今場的影響力其實都足以成為最佳球員之一 他未落場之前 我們的前線是沒有什麼衝擊力 以及接球點也沒有 好像萬無目的那樣猜 其實找不到位攻進去 紐尼斯入場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目標吸引著大家 而他周邊的球員也有更多空位去利用 一個人落場就改變了整個戰局 而他亦都貢獻出兩個助攻 第一球當然相對上不是太大的功勞 都是設橫給忠師自己推兩步然後軟射 再加一些好彩才變成入球 就不是一些漂亮的傳送 但第二球就看到紐尼斯的走位和速度 然後左腳出個球近處被家譜撞射入網 收獲這兩個助攻之後 就令到紐尼斯今季的助攻數字 已經達到雙位數字的10球 想不到他的助攻數字今年會比入球數字更加高 而之前幾場雖然我曾經都指責過他買滿把握力 不應該每次都用運氣來幫他辯解 但今場我真是支持他 沒甚麼運氣之下才能入球 他命中球門的三次攻門質素已經相當不錯了 接應家譜的全中投球攻門 右邊閘位射高球 還有接應巴特尼的全中近門撞射 這三下其實都是值得換取入球 尤其近門撞射的一下紐尼斯真是做了自己要做的事 機會亦都非常大 比蘭奴這樣衝出來搏一搏 仍然用腳封倒其實都沒有甚麼好說 但紐尼斯最終對於球賽的影響力都非常大 有沒有他在場 對球好像完全不同了 當沒有沙蘭沒有阿洛的時候 紐尼斯的存在好像更加重要 或者高普下場都要考慮是否放他去正選的位置才行 至於家譜 今場入體就算是一個類似攻中的角色 他比前鋒鬥後少少 會在中場的位置做些串連 用一個漂亮的走位再加上他的賣門把握力 把球送進網 協助球隊反超前2比1 這個是他今季聯賽杯的第四個入球 和米道士堡的摩根羅渣士並列在這行杯賽的神社手道 而家譜是連續四場的聯賽杯賽時都有份參與 而且每場都入到一球 原本他還有機會再收獲一個助攻 他右路傳中給紐尼斯的頭緒公門其實都很漂亮 可惜爛奴就飛身救走了這一球 來到1月轉會槍這段時間 其實家譜都已經來了我們這裡一連一了 他獲得的讚賞可能都算是低於應得 52次上陣幫我們入到15球和6個狀況 還要有不少時間被高譜連按放到中場的不同位置踢 開始來到頭幾天沒有操多少貨 又已經因為我們前線太多雙兵而迫著不停踢正選 還交到這個成績出來其實都已經相當不錯了 說真的我覺得家譜那些禁區內的咬腰轉身射門 其實不會差得過早達多少 賣滿觸覺來說他都不錯 但家譜整天入球都看起來太輕易了 門前踢進球 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記憶點 我自己覺得無論家譜是踢翼風位置還是中風位置都可以 但希望高譜真的不要再拉他下去打中場 至於防線 早高美斯這場都算是正常水準 保持近場的穩定表現 上場尾段又再來一次軟射 可惜這下都是近處出界 第二百次說我們上陣 但仍然是一球都還未入到 而這場的一隊中堅各自有他們的問題 江拿迪算是好一點 但好像用球的決定都還差一點 有球大波上前的時候被兩個人夾著 都還要硬在中間穿過 其實沒有這些險就不是太明智 即使防守上面 江拿迪就沒什麼大問題 但今場的用球的決定的確挺奇怪 有球基里夏看來應該是出了聲喊要球 但江拿迪仍然都一腳解圍出邊線 跟後防的默契就差一點 至於雲迪克 他都可以說是跟加分比一樣 今場最差的球員之一 不知道是不是剛剛病好 所以其實狀態不太好 但有得用他 我想高譜的確沒理由不擺雲迪克出來 阿洛這個副隊長已經受了傷 頭五個隊長人選入面 羅伯神和沙娜今場都踢不到 聯賽杯又要輪換比基里夏 即是連艾利神都沒了正選 如果雲迪克都不出的話 那就沒有了頭五個隊長的人選 雲迪克踢到的話 都盡量安排他下場 但今場他下到比賽狀態 就感覺不太在 塞球的一下子 這樣輕輕頂橫的被人搶了 然後還要被鬼里安射穿他的西龍門 進去近處 要計責任的話 雲迪克真的佔了八成以上 幸好這場球之後 就不受到太大的考驗 最終我們都贏得到 而且之後我們都有十天的休息揭冬期 雲迪克就可以趁這段時間休息一休息 不用再硬踢下去 而最後是門掌基里夏 用球猜球這一些 他一向都沒什麼問題 今場也有兩個撲救做得不錯 皮里拉上半場那個軟射 雖然正宗的 但力度很強勁 他仍然能夠很安穩 抱緊球都不容易 然後下半場落地夠快 就出了迪哥道華列特的半單刀閘射門 這一下就更加漂亮 還要隻手就夠力拍遠這個球 令到門前的皮里拉不可以補射 不過當然他是失了一球球 但我認為這球球基里夏的責任不算太大 即使失去近處位 但當時雲迪克其實是站位上面 幫他封了近處 他比較傾向應付其他角度的射門 都是合理的選擇 不過威利安最終射穿了 雲迪克的細龍門來到近處的位置 都沒辦法了 或者一些神級的門將 那隻左腳 都還可以伸出來擋這球球 但基里夏就不是這個級數 如果是的話 也應該不會甘心做我們的後備 他作為一個帶寶門將的話 我覺得他的水準已經算是相當不錯 經歷過季初的震盪期 踢多一點後他表現是提升了不少 最終今場 利物浦主場以2比1擊敗了富銜 但其實是不代表任何東西的 聯賽本的四強現在只踢了一半 兩星期之後一次回合 如果輸出去的話 今場就什麼比數都沒意思 而如果有看歐洲賽的大家應該都聽過 首回合在主場領先一球 其實跟沒有領先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作客那場如果我們去到次回合一輸 就注定至少都要打家事 所以其實到時次回合 應該就要當自己沒有任何優勢 這樣踢才行 2月底究竟可不可以 打得到溫步來球場 爭奪今季的第一個冠軍 就要看這班球員的造化了 而踢完這場之後 因為英超就將第21輪的賽事冊 去兩個星期來踢 製造一個空檔 給各隊有個揭冬期 而球賽實際上又好像沒有停過 我覺得這個安排很聰明 而我們這邊 星期六日和下星期的週中都沒有比賽 有十天的時間就可以休息一下 讓球員從12月的超頻密賽程中 投一口氣放假 至少暫時沒有聽說過球隊要搞什麼雜訓 除了現時傷緊的羅伯神會去杜拜做些訓練之外 回到1月21日 就會在英超作客對著班尼茅夫 再之後就是星期三 1月24日週中的時間 就打聯賽杯四強一次回合 再之後的週末 就會踢足總盃第四圈 對著諾域智或者布里斯托流浪 如果真的四線增換的話 其實每場球都要搏盡 希望揭冬期之後 我們會多一點人腳可以用 否則我們只有十三四個一隊的人腳 還可以踢的話 在1月2月這些賽程中 其實不容易捱得過 好吧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尼茨台鳳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視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再見 再見